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南下参访屏东一间猪肉工厂 并出席肉品销日风贵仪式 县长潘梦安陪同表示 屏东养猪数量占全国总生产量第二名 县府推出屏东幸福猪标章 加上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 十月动土的客制化国际保鲜物流中心 第一期厂房新建工程 届时完工后将建立完善的冷链系统 让台湾畜牧产品再度登上国际舞台